唉,是嘗試要換耳機了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這裡就跟大家介紹 Value 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一個頻道 有興趣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VG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又跟大家介紹一下耳機 話說你本來用一隻由Ellicum推出的一家電腦公司 出的一隻HIRES耳機 自稱HIRES耳機,型號是H-H1000 當時這隻耳機是在日本買的 當時看到它是水味清貨 Yodobass那邊以12000日圓價錢買回來 為什麼會買它呢? 我想兩年前左右 兩年前的時候,我剛好又不見一隻耳機 然後想買一隻耳機 由於日本的選擇上比香港多 所以去到日本的時候就順便看這件事 這隻耳機當初推出的時候 自稱賣到35000多日圓 圍起港幣大概是$2000左右的東西 很可惜的,香港的Ellicum是沒有入過這隻耳機 加上當時我去日本買耳機的時候,相片範圍大概是$1000左右 所以最後就選了它 當時還有一隻安橋的耳機,其實都是心水選擇 但那隻安橋就沒得拆線 而Ellicum H-H1000有個MMCX的插頭 所以我當時想著買回來 然後有時間或有錢的時候 換一條線吧 看看它會不會漂亮一點 結果到上年年頭左右的時間 我就不小心把它丟進去洗衣機洗之後 基本上已經放棄了它了 雖然當時拿出來的耳機其實是可以用到的 但本來貼在出聲音的那塊膜 最近就脫掉了 所以其實都很憔悴 脫皮脫骨,不知道在水之後的聲音是否有變 因為當時我承認它入了水之後 聲音是怪怪的 當然我已經考究不了 最簡單就是香港也買不到 而這隻耳機是水尾 所以我就更加不肯定它是否入了水之後變了聲音 但當時聽起來的聲音還算是OK的 對,不差的 但到最後連那塊膜都脫掉了之後 我就覺得不如想一想,換一換它吧 或者這樣說,我想這隻耳機應該是還用到的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會貼那塊膜在上面 如果你會貼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留給我知道 到底貼一貼要多少錢 我起碼要保持耳機 其實這隻耳機已經是用得很殘 上面的字已經脫掉了 所以有時候是觀感上的問題 所以又想換 所以12月初的時候 剛好我看到一個很古代的KOL Youtuber 不知道大家還認不認識 司徒夾戴 他剛好介紹了這隻耳機 不需要太貴的 所以看到這隻耳機要$899之後 我一查代理或者賣的公司 我關掉了 所以我就拚了,回來試了 其實這隻耳機大概差不多試了一個月了 所以耳機 給我拿回來之後 其實我已經開箱了 由於這隻耳機背面有7個單元 而且是由幾種單元組成的 而這隻沒有記錯,一動圈加一動鐵 所以單元數一定會輸掉了 當然,如果越多單元在裡面 理論上每一個單元做不同的頻率 理論上聽出來的聲音絕對是會好的 我覺得你聽完會覺得有驚喜 當然可以正如司徒夾伯說 裡面的單元是... 是不是回收我不知道 但是聽出來的聲音 是相似的 真的 我聽同一首歌 譬如我平時聽的那支毒歌 以往我聽不到某些背景的細節 剛剛由這隻耳機轉到這隻耳機的時候 一插進去聽 這隻耳機已經聽到層次感出了很多 再說,那時候我只是用這部小米9T Pro 不是高級機說有DAC、M那些 我想這部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功能 但是我聽出來用POWER M聽 已經出了一個細節位 所以這隻耳機就算不是first choice 我相信如果有地方可以讓你試聽的話 你可以試一試 我覺得真的有點驚喜 突然好像很泡沫 作為一隻中價900多元的耳機來說 其實它也有換線功能 它有一個叫做CM線 即是這兩片換頭的線 最初的時候 其實我是比較抗拒這種線 但當我用過MMCX線之後 我就有一個評價給大家 我不知道是我這隻耳機特別差 因為它跟了兩條線 一條是有控制器的 另外一條是沒有的 所謂一個是多謝香濃多噶鬼 一個是原汁原味 即是聲音直接出到耳機上 但它跟那條線很奇怪 有麥克風的線就粗一點 沒有麥克風的線就幼一點 所以用一下之後 那條線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MMCX頭的位置 這個摺頭位 它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施力 動到就會施力 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線問題 還是頭部有問題 還是MMCX本身是這樣的 不過後來就變成了控制器的線 我個人也算是木耳 基本上聽不到兩條線的分別 最起碼那些LOSS都完全聽不出 但同時用慣了有控制器 我覺得好像比較舒服 因為有時候飛哥不喜歡聽那首歌 想按鈕 假設這條沒有控制器 我會有點不自在 這些發燒有線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新的圖 但我有一些不習慣 因為有時候聽聽高人車上飛 又要用手袋炒出手機 是有點煩的 除了可以換線之外 耳機還有一些高階耳機才有的功能 就是換Filter 很久之前我還在雜誌做的時候 都試過類似換Filter的耳機 但那時候我覺得是越換越衰的 甚至換完好像是沒什麼感覺的 所以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這些可以換Filter的功能 其實都是一些技術的 但這隻NX7 Pro的聲音 給我的印象是三頻都舒服的 最起碼一買回來拆盒再聽 其實聲音已經覺得很OK的了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需要更換呢? 可能大家就要自己去討論一下吧 但作為一個已經買了的人 我可以幫大家試一試的 盒子裡面就有一個小盒子 裡面有一個小盒子 哈哈哈哈 就有一個小盒子 然後裡面有些說明書 還有一些給你換耳機殼 可以換耳機殼的 因為有一個朋友很喜歡藍色的關係 他真的買了 這個保護盒裡面 裡面會有些淋滋的東西 當中就會有兩個不同顏色的Filter 當中的紅色好像是中和高音 然後藍色那一對是低音 其實我不太好低音 但我都幫大家試一試 就有不同顏色的殼 如果你喜歡紅色的,潮一點就紅色 如果你喜歡藍色就藍色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它沒有橙色 最後還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買回來耳塞不適合就換的耳膠 這些甚至有些是高級一點 不需要用它 因為我已經聽到這款 已經整個月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應該聽得出一個分別 一換之下 就試了一個中加高音的 因為我買回來之後 我試聽那兩三天 我感覺到是很明顯分別的 但當你聽慣了之後 又覺得好像沒什麼分別的 所以這些耳機我覺得我是木耳 總之我沒有什麼要求 只要聽到一些細節 這個是偏中音和高音 我覺得收貨就OK 總之你不是超重的bass 而且它本身是透明的 奶白色的耳塞 我覺得這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因為你也知道 插在耳朵上的骯髒 一骯髒就變黃也好 耳屎塞在耳塞也好 是有點肉酸的 如果你真的拿出去聽的時候 老鑑 不要再說了 因為我看司徒甲蛋還有另一條Q&A的影片 其實它就說到 紅色的filter 聽出來的聲音 是更加的正的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因為我覺得白色的銀色已經很正的了 我儘管試一下吧 我播放平時的歌曲 這是個人觀感的東西 很難跟大家解釋的 我也是這樣試聽 然後給大家感想 十幾二十秒都應該知道的 因為我試的歌曲 一聽就知道那些位置 好,大概我剛剛試完 有一點時間 一聽都聽得出的 好像人聲的部分 好像比較出了 但是我覺得背景色好像虛了 突然間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觀感的問題 我好像喜歡銀色那一對的filter多一點 最後我們試問藍色那一對 我相信藍色那一對 會略為增加Bass的 可能會強調Bass 可能會再出一點 低音都是這些 那我試回同一首歌吧 因為這首歌是我 換耳機之後第一首播的歌 很明顯聽得出的分別 OK了 我都試了藍色那一對 明顯它是把Bass好像有點重了 但是是一種好像強勁推的感覺 就會很模糊 它是很模糊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除非很強勁想要Bass 如果不是我建議大家不要用藍色那一對的 因為感覺上是強勁推的 像是強勁推的 再者 我覺得這三頻的聲音都是優秀出色 而且八九都是可以選擇的耳機 所以如果你是偏中某樣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耳機未必適合你了 所以相反或者你喜歡聽人聲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了 紅色的filter 聽出來 它是將其他中或低的 好像降低了 壓低了 所以聽人聲會出一點 但都感覺有點奇怪 所以如果你喜歡像我那些三頻都覺得OK的人 不要突出的話 銀色那一對filter是應該 真的是最好的選擇 不要搞任何東西 不要搞大件事 直接用銀色那一對就OK了 或者最後 可能大家會覺得 要你試圖夾帶賣廣告 你又賣廣告 就錯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話 我是特意去了日本那邊 1月中的時候 我去了日本的時候 順便也有去到Yoto巴斯那邊 試了幾雙耳機 因為我去旅行的影片太多了 所以我不想又要找來找去 我之後的VLOG影片 大家會留意的就留意吧 但是那時候我找了大概1萬多日圓的耳機 只有兩隻是符合我的要求 再者就是它的聲音上的層次感 都沒有這隻NX7 Pro那麼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或者在腦場那邊撞到我 就好什麼都好 你可以試一試聽一下 我覺得沒什麼吹水 最起碼我用的ELECAM 可能我的ELECAM廢 甚至是我找不到更好一點的 但是以它的899的左右價錢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一戰的 還有就是我朋友另外給了兩條線 純粹給我展示出來給大家知道 當中有一條是iPhone用的 一條用MFI原裝線改出來的一條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線 總之它是一條轉到3.5mm的轉插線 我試過的 因為由於我本身iPhone是不安裝的關係 我試了太多東西給大家 但是我聽出來的聲音是很像的 而另外有一條就是Type-C線 若果大家用Type-C的電話 已經沒有3.5mm的話 當然你要用到它 或者是用完裝那條 始終如果你用到Type-C頭的話 其實你要留意你本身Type-C能否支援 假設你本身是很舊的Type-C機 未必支援到的 這是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試不衡 打算數碼輸出的時間 今天就留意了 但是by the way 我這麼多年來這麼堅持 都是用3.5mm 我就不是說不推薦的 如果大家喜歡玩數碼的東西 就玩那些數碼的東西 我也是堅持用3.5mm的人 還有看了超級甲大那條Q&A的影片 也可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聲量的程度 易不易推 這部9T Pro來說 大概50%左右 我覺得很足夠的 如果你推到70%到80%的話 我想應該要遮蓋整個環境聲 如果你拉到100%的話 我覺得有點刺耳或吵 總之100%左右的話 你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所以它不算是難推的一隻耳機 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以一隻899的耳機來說 我相信這個消費層面 或者普通消費者應該接受到的範圍 其實我覺得它的質素也算是這樣 因為我聽到三頻的聲音 是出色 尤其是我最討厭的 沒有什麼低音 很重的耳機的感覺 再加上它人聲能滿足我的 這個就是它的賣點 我覺得以899絕對不算是貴 當然如果以一個 都不知道什麼牌子來說 可能大家會擔心 但我覺得如果以一些有牌子的耳機 大概同樣價錢的話 應該是有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聲音是OK的 如果像我這些經常說性價比的用者來說 這隻NX7 Pro應該是可以選擇 或者可以考慮的 再加上它有CM線換 又有Filter 在很多古典精怪玩的情況下 甚至比較差 你用原裝銀色的殼噴成橙色 有一點可以DIY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這樣做的話 當然你可以慢慢來玩 這次介紹就到這裡了 有興趣的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給朋友聽 這隻NX7 Pro的耳機 價錢不算太貴 聲音也算是OK 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 就這樣 完